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大學的老師 還有各位來參加 我們這個系列講座的 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那我們的這個系列今天 很高興能夠邀請到 黃立行 黃教授來跟我們講解 當神秘變得更莫測 全球變遷下的海洋新資 這個嶄新的課題 事實上我想大家 如果有注意到 前兩天我們中國時報有報 A3版有報導 最近經過調查 發現在海洋裡面還有 一兩天種新的 新的動物 都是譬如說在紐西蘭的 海域發生很多的 兩者類的海星 甚至也提到說 在南極 等於是現在的 章魚的原生種 所以人類對海洋的認知 本來就可能 甚至某種意義上 可能還不如對太空的了解 但是更嚴重的就是 現在是一個全球變遷的一個時代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會產生什麼影響 其實可能都是大家 要共同去面對的一個課題 那就這方面來講 我們今天邀請到方立行教授來 可以說最有資格來做 這方面的一個現身說法 我想大家都知道 方教授不只是 這方面從 美國UC San Diego 這方面的專業的博士 海洋生物學 海洋生態 海洋物理 專業跟生態的關係 都是他的專長 而且他不只有理論的基礎 事實上 各位可能比較對他會有印象 事實上是我們在南部的那個 在肯定的那個 海生館 然後海生館 是我們方業長 方教授一手創辦起來的 這個海生館 事實上是兼具了多元性的功能 不只是有教育的功能 不只是讓大家增加一個景點 事實上他在相關的 台灣的一個海洋生物的一個生態研究方面 噴著非常有系統 那麼在全世界裡 得到非常高的評價 那麼事實上 方教授 因為我有機會 跟他在一些研討會 我聽到他很多次演講 我知道他是一個熱愛海洋的人 他事實上 除了對山戶學者有興趣 不只是理論上有興趣 他是 事實上是最好的一個潛水的一個 潛水家 他經常到潛水裡面做實地的了解 那有這樣的豐富經驗 再配合上很多的一個協理基礎 我想今天來做這個演講 真的是最大最大的一個 可能對我們讀者 對我們觀眾來講 如果是最大最大的獲獲 那麼其實我也再補充一點 就是談到這個 兩個的一個氣候變遷所採討的演講 一切是方方面面的 海洋是一個環節 那其實我們 我跟方教授的體驗 我們是在我們兩個 報告要提機會 那其實這二十兩 我們一直在關心 相關的環境議題 和穿保護 衝術等等之類 那包括身帶等等之類 在這裡面我們得到方教授 很多的一些 提供很多的一些寶貴意見 那我們也接著說 十方方面今天應該跟大家分享 所以除了今天 事實上我們十方方面 在明天跟後天 我們還有一個系列的 一個連續兩天的 一個專題的一個研討會 研討會主題就是 七二變遷 那麼台灣該怎麼辦 因為七二變遷 這也是全球性的過往課題 小布希他比較忽視他 但是歐巴馬他已經想說 他必須面對正式這個課題 在新的美國通常起來以後 在整個環境的變化 更加劇烈的情況下 我想這個一定會是熱門的課題 那我們可以從這裡來切入 就從海洋來看看 但其實我相信 可能帶動大家來思考很多 我們所面臨的環境 我們所面對這個 全球變遷的一個新的局面 我想我不應該再多 因為大家要聽的是我們 黃教授精采的現身說法 是不是我們這類掌聲 歡迎我們黃教授 來跟大家做現身點數 謝謝友馬 謝謝林社長 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也謝謝你們的邀請 我想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其實是跟 比以前我們一般了解的海洋 又更不太一樣 可是因為我想告訴各位 我們傳統上所了解的海洋 其實可能已經不再是 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 我們唸書的那個海洋了 尤其在這個環境的變化下面 它的變化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所以我們以後要面對海洋 開發海洋 甚至保護海洋的時候 可能都需要一些新的觀念 新的知識 不過這一張照片 我倒是非常想要講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跟那個怨如他們 決定要做海報的時候 怨如一直問我說 有沒有比較 比較看起來 有學問的照片 我給他第一張 是給他鼻子上面 一隻蜻蜓的 我給他第二張 是在臉上爬了一隻竹節蟲的 那後來覺得說 他想想看 對我大概也沒什麼太多的期望 就把這兩張通通放在一起 那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怨如講說 我可以看到昆蟲在人的臉上 沒有無所畏懼的休息和肆虐 真是很爽很爽的事 然後怨如就幫我做了這張海報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這麼多年來演講的時候 是非常驚喜的禮物 下一張 好 我們再講下一張 我要跟各位講說 當我們談到海洋 人類的海洋 談到海洋的時候 你仔細想想看 你不要先想到說我要講什麼 你就想想看 你自己所了解的海洋 你自己心裡面的海洋 我們其實覺得 人類對海洋與生俱來的印象是 它非常神秘 它非常莫測 它非常變幻 它非常強大 我們對它覺得敬畏 可是我們又對它恐懼 可是很麻煩 在過去這幾年 至少在過去這十年二十年來 大家一直教導我們要去愛海洋 對不對 我如果要選舉的話 你就要說對 所以你看 我們明明是這樣子的一個了解 人類好像這麼多年的了解是這樣子的 可是過去這幾年來 或者十幾年來 又叫著我們要去愛它 這兩個字要怎麼去接軌呢 請看一下 謝謝 好 我想各位看 其實我們真的是在一個非常矛盾中間 去面對我們的新來的世界 你要是不服氣 你可以等一下再跟我講 但是我給你看 第一個我們在傳統海洋裡面 這是我們傳統海洋的這個畫 你看要嘛就是這種大的章魚 哇這個海怪 看下一張 然後不然就是在夜小鐘中間有一些 你不知的你未知的你就出現這些海怪出來 那甚至它有的時候有這種海神跑出來 下一張 那這剛剛是我們比較聊 傳統的對海洋的一種認知 那下面呢這個已經是很現代的了 我們做了很多的 考古我們知道古時候有這種 所謂的這種蛇頸龍 比如有這種海裡面有大的這種 以前的這種 所怎麼講 魚龍類類的東西 海中的爬蟲類 下一張 那這種像這種 華齒龍它甚至可以大到跟這個金魚有差不多 那這個也是那個時候 海裡面存在的一些大型的 這一些不實生物 所以我們對海洋的了解 還是覺得它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非常非常的 哇你看你靠近海洋就搞不好 被這種東西吃掉了 下一張 當然我們對海洋有新的幻想了 比如我們大家都覺得 哇最美的愛情 或者這個美人魚是出於海洋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美人魚的這種 我們的包括對海洋的了解 幻想 以及對這個社會的 對世界的一個幻想 下一張 然後這個就比較現代化 這是我們從那個 比如我們畫漫畫的 另外一種 那種新星人類 對這個 或者這種漫畫 他們對這個海洋的一種感覺 它還是美女 還是充滿的奇怪 很妖幻 妖異的那種東西出來 那這個就是 我們對海洋的一些故事 比如有一些美女會 用那個聲音啊 或者用其他的東西 讓這個船隻去遇險 下一張 當然這個人類對海洋 也還是有非常美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知道 維納斯是從海裡面 好像貝殼裡面出來的 然後美女與野獸 在海裡面是多年來的一個小說的 這種叫做題材 下一張 好 這是我們對海洋傳統的了解 你想想看 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我們的Discovery 我們的National Geography 沒有這麼熟悉之前 大家這麼普遍之前 你對海洋的想法 是不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你絕對不會像我這樣知道 什麼海洋 海水怎麼流啦 海底下有什麼生物啦 或者海洋怎麼影響氣候 不會 你不會了解這些東西 好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了解的海洋 是不是真的就是海洋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大家最熟悉的海洋 就是這樣子 最近我們比較熟悉的 現在海洋 哇就是很美麗的珊瑚礁 有很多的魚 有很多的珊瑚 有很多很多的藻類 下一張 然後呢 海裡面除了魚以外 有很多的植物 果然是一片洞天浮地 下一張 你看珊瑚非常美麗 所以我們就要愛護海洋 所以我們就要怎麼樣怎麼樣 下一張 然後呢 海洋裡面有非常多 培育了非常多的魚蝦 這個小魚我們要沿岸的污染 如果不污染 把它污染掉的話 這小魚就不會變大 我們就沒魚吃 下一張 然後呢 我們去潛水的話 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什麼 水晶宮的世界 譬如說 這邊有珊瑚 這邊有熱帶魚 下一張 然後我們當然有 透過一些媒體 譬如什麼NEMO NEMO好像是 那一年度最熱門的影片之一 好像還超過一些奇奇怪怪的 什麼007那種電影 所以你可以想到 下一張 然後就是剛剛講說 海洋裡面的豐富的生產力 下一張 好 這是我們對海洋現在的認知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認知 那你也可以告訴我 我們等一下會留時間的 我要告訴 為什麼我希望 一步一步跟各位講下去呢 就是我要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對海洋的了解 和我們對海洋的期望 實在是充滿無知中 發生更多更多的矛盾 好 現在我們看 我們就談到對海洋的破壞了 要嘛就是毒魚 炸魚 電魚就死了一堆 對不對 下一張 要嘛就是這個海洋這個 有汙染 譬如說釣魚線 它甚至會把這個 珊瑚全部殘起來 下一張 那這個也是海底下垃圾 所造成的那個珊瑚的破壞 下一張 那這魚網 魚網讓整個海洋生態都變化了 下一張 海底的垃圾 那我今天沒有特別拿珊瑚白畫 因為珊瑚白畫 大家看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就不拿這個 那海底下基本上被我們破壞了 所以這海洋被我們破壞得非常厲害 所以我們要去保護它 要去愛護它 要去怎麼樣怎麼樣 好 下一張 除了我剛才講的以外 這一般社會在科普階層 各位對海洋到底還有什麼更多的了解呢 各位對海洋還有什麼更多的了解呢 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從剛剛那些資料裡面來講 我們不管談到海洋的保護 開發 利用 永續經營 其實在很多很多對海洋 根本不是很了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非常多的期望 我們還要開發 利用 永續經營又要保護它 可是我們事實上並不了解它 好 下一張 那我給各位看看 我們大家在談到珊瑚 剛剛談到我們講的珊瑚 很漂亮 然後被破壞了 然後我們要保護珊瑚 然後要畫保護區 然後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好像是我們最基本的了解 可是這個真的是在全球變遷下的珊瑚的命運嗎 那下面這個東西其實是我一個 我的一個課裡面的我一個學生叫做胡介生 他做的一個 home work 一個家庭作業 那他做得很好 那他也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一個學生 但是他是一個在有科學的指導以後的學生 他對珊瑚的認知 那我覺得他應該把它拿出來 講給各位聽 讓大家知道說很多很多我們對 現在一般了解 對一些海洋生物或者珊瑚的了解 其實是相對太什麼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下一張 不過我要告訴你 他後面的英文我不要負責 因為那個學生 他可能珊瑚學念的不錯 他英文念的不夠好 所以他如果英文有寫錯 你不要去挑毛病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等一下講到珊瑚 他就先把那個珊瑚定義出來了 就是講到說是石珊瑚 然後這石珊瑚的分布就是在全世界的這個熱帶的海域 這是南北偉的中間的這一塊地區 下一張 然後呢他會告訴我們說 現在的珊瑚有什麼樣的那個威脅呢 那我們普通都覺得有很多很多 什麼奇奇怪怪的威脅 那我就唸給各位聽好了 他可能有 大概是有 我們開發太多了 我們過度的開發 然後有海岸的這個 海岸的這個叫做 開發也太多了 還有整個海洋的過度開發 還有這個 你看陸地上的污染 其實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山谷 Inland pollution 造成非常非常多的這種破壞 然後呢 但是海洋所產生的這一些污染 它其實相對還沒有那麼大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全世界裡面 珊瑚被破壞的地方 最多的其實是印度洋 看到沒有印度洋 然後呢 然後差不多可以算在地中海這個地方 阿拉伯海地中海這個 紅海地中海這個地方 然後是這個 美國 然後是 對不起 這個是 這是 美國 然後 我看 不是 這是 這是台灣 印度洋這一帶 然後這個是 加勒比海 下一張 可是 除了我們大家常常在講的以外 真正在這個世界上面影響到 珊瑚的壽命的 其實是這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海水酸化 當我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就會讓海水變得越來越酸 海水越來越酸的時候 海洋中的這種 讓珊瑚可以形成碳酸鈣的這種 碳酸離子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它在不同的這個 這個二氧化碳濃度下 它會有不同的 造成海洋中 不同的這個 酸鹼質的變化 它就會影響到珊瑚的 最終的壽命 各位可以看下一張 怎麼影響呢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知道我們有這些污染了以後 二氧化碳進入海中 海中就造成了這個 碳酸跟離子的變少 然後變少以後呢 那個珊瑚還有它相關的這些魚類 通通會受到影響 當我們二氧化碳的濃度 越來越高的時候 水中的可以做珊瑚骨骼的 碳酸跟離子就越來越少 那這個是2007年的Science的一個論文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差不多在這個量350左右 我們現在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再往下去的時候 碳酸跟離子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下一張 那這個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地球中二氧化碳濃度 這個增長量是直線的 非常非常的上升 快的上升 再下一張 那這個情況到底 到現在在海洋中間 有什麼樣子的現象呢 可能從來沒有人真正的給各位看過 那我可以告訴你 它其實已經非常非常的嚴重了 你可以看到這是全世界 從北邊到南邊 北邊到南邊 北邊到南邊 這是不同的洋 這是印度洋 這是大西洋 這是太平洋裡面 二氧化碳 從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 所融入海水中間的這個量 你可以看到 紅的地方就是越來越高 那這個部分 已經深到海下 將近一公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從北極到南極的時候 它的整個分布都已經非常多了 你不要忘記 所以我們人類最常活動的海面 大概是只有 從海表面到我們的這個下面 差不多200公尺深的地方而已 所以這二氧化碳線 已經到了這樣子深的地方 其實它已經深入很多很多 人類所在利用的海域了 下一張 好 那這張就更有意思 這張也是一個 一個非常有名的科學 雜誌上發表出來的一個預測 它也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這是我們現在的 差不多現在二氧化碳是這樣子 差不多380個PPM 在這個大氣中間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變成450個PPM的時候 那海洋中的 能夠形成珊瑚骨骼的 碳酸跟離子的量 它就會越來越少 它就會越來越少 越少 它就變成它的這個 紅色就會越來越多 你可以看差不多到了 450的時候 450很快會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已經沒有很多 珊瑚能夠存在的地方 有足夠的這個 碳酸跟的離子的量 所以事實上我們二氧化碳 一直增加的時候 珊瑚的骨骼就會變 慢慢就變得沒有了 下一張 那到底不是只有珊瑚受影響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一些有恐蟲 譬如說一些是這個 異竹類 譬如說一些海藻 其他一些生物 它因為都有這個 鈣化的骨骼 所以它都會受到影響 好 那這樣子講起來 珊瑚是不是會滅亡呢 珊瑚是不是真的會滅亡呢 我告訴你 在它的這篇文章裡面 它告訴我們說 二氧化碳如果加倍的話 那珊瑚就會減少 44%到80%的骨骼 你可以想一下那個珊瑚沒有骨骼 它是能活還是不能活呢 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下一張 好 其實我們科學家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它可以從過去的幾千年 幾萬年幾十萬年幾百萬年 歷史中間 告訴我們一些 到底珊瑚沒有骨骼可不可以活 那這個是化石的珊瑚 這個是現身的珊瑚的樣子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就現在這個世界上面 也有一些珊瑚 它其實是什麼 沒有骨骼的 沒有骨骼的 所以它就把這個東西 把這種化石的珊瑚 現在珊瑚和這個沒有骨骼珊瑚 它就把它通通做了來切片來比較 它發現說 它們其實是從什麼 是同樣的祖先過來的 好 請看下一張 它又看那個歷史的這個紀錄告訴我們 這是差不多百萬千萬 五千萬年以前 那差不多這個是 我看不太很清楚 這是五千萬年前 五千五百萬年前 這是五千四百萬年以前 你可以看到這種海洋的地層 你被拿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當那個海水酸化的時候 它就會沒有 這些本來應該有這些 剛剛講說有一些 有骨骼的動物 它的那個骨骼就會被溶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它是有骨骼 碎碎的骨骼 有些地方它就是被溶解 有些地方它就是有骨骼的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在過去的這個幾千萬年裡面 其實海洋也酸化過 它也是酸化過 那這個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也會酸化 那就不會 我們的酸化就不會 不見得會造成這個 這個真正的珊瑚死亡嗎 不會滅亡了嗎 請看下一張 它就做了 它就把剛才那個資料 又跟現在的資料再配起來 就發現非常有意思 原來珊瑚在不同的年代裡面 它會從沒有骨骼的時候 酸化以後沒有骨骼 它又慢慢又變成有骨骼 它有骨骼以後 又再酸化 它會變成什麼 沒有骨骼 然後這些骨骼呢 它在不同的生活狀況之下 它有機會什麼 以不同的形式活下來 所以這個地球的 海洋的酸化其實以前也發生過 地球的暖化也發生過 所以好像我們的珊瑚 應該不會被我們 不過以前講說 我們不保護它就會通通死光 或者我們講說保護它 它就不會死 都會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資料告訴我們 好像又那邊又好像這邊 不過這就是科學 我們今天假設要來聽的東西 不是只有我的演講 是科學 預見科學 假設你大家都有科學的話 理論上你就會有學問 對不對 那你不要忘記 你通通聽我的 你只有50%的學 那你還沒有另外的50% 你就沒有問 對不對 我說問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好像是有時候正面 有時候反面 有時候正面反面 這個是在我們追求真理中間 所必須要經過的過程 好不好 所以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對還是不對呢 我等一下給各位一個 科學上最接近的推測 我還是不能告訴你是對還是不對 下一張 好 假設真的 在歷史上面告訴我們 珊瑚是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在真正現在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測試它呢 到底這個 以我們現在這個環境的變化 珊瑚到底會活還是會死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一個 也是去年剛剛出來的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 你看下一張 我把它整理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 它把這個本來有骨骼的珊瑚 放在這個酸化的海水中間養 結果它發現養到後來 這個本來有骨骼的珊瑚 它就變成什麼 變成沒有骨骼了 就變成好像都變成 我不曉得應該怎麼講 就是變成血針集的珊瑚了這樣子 你看到通通這樣子的 然後你把這個 慢慢再給它加上 它的這個 海水中間的這個 這個 酸鹼值又升高的時候 它會又有一些骨骼會出現 那你也可以告訴我 它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當在這個時候 它變成沒有骨骼的珊瑚的時候 它珊瑚裡面的這個 每一個組織裡面的蛋白質會比較多 換句話講說它還是有些東西 想辦法來怎麼樣 來支持它 來支持它 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 我們酸化又回來以後 搞不好這個珊瑚還是可以活下來的 先看下一張 可是呢 沒多久 另外有一篇文章出來了 另外一篇文章出來了 先看下一張 它發現 其實喔 珊瑚礁不是那麼簡單 只有珊瑚 它其實有一個 非常複雜的生態體系 但有些部分呢 你可以用這個酸化來做解釋 做影響 譬如藻類啦 譬如這個海膽 因為它也是有骨骼的啦 譬如珊瑚啦 譬如其他的東西 但是呢 有更多的部分 它其實是受到暖化的影響 所以換句話講說 這麼一個複雜的生態系 它其實要受到 我們現在整個環境變成中 不是單一的因子 而是一個複合性的因子的影響 所以它最後告訴我們說 它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珊瑚礁 珊瑚礁 珊瑚礁不是珊瑚而已 珊瑚礁本身是會滅亡的 下一張 它就給了我們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圖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 二氧中二氧化碳的濃度 越來越高 這個是呢 這是今日的溫度 如果跟我們今日的溫度 如果變冷 變熱或者變冷 就是全球暖化或者全球冷 冷掉的話 它的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而且把這個圖畫出來以後 你各位看到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棒的 那個論文 所以它才有這麼好的機會在 它有機會在這麼好的 那個期刊上登出來 你可以看到 在過去的時候 在冰河期 我們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這種條件 什麼樣的二氧化碳 什麼樣的這個溫度的時候 所有的珊瑚 都會存在這種狀況 只在這種珊瑚A的情況下出現 就是有很美麗的珊瑚礁 有很多的魚 有很多的藻類 非常漂亮 可是呢 當我們 或者是溫度慢慢慢慢上升 或者二氧化碳 又慢慢慢慢增加的時候 這個本來是這麼漂亮的珊瑚 就會慢慢慢慢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是這個樣子 現在在這裡 這是以前的 冰河期 兼冰期 然後這是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還是A 還是這個樣子 可是如果我們溫度繼續提高 我們現在大概已經 在過去100年 大概已經高了 差不多將近1度左右了 或者有人講 這有一點 有些不同的地方紀錄 大概差不多1度左右 然後呢 我們二氧化碳 從差不多250 變成到300多了 變成到320 現在是320 如果沒有記得錯的話 其實它就已經把這個東西 繼續往這邊拉 所以有一天 它很快可能就會到到這個 不管你是溫度升高也好 或者二氧化碳之間 你只要任何一個在變的時候 它就可能變成B的情況 B是什麼情況呢 就看這個樣子 都是軟珊瑚為主了 已經沒有什麼太多的石珊瑚了 然後那個 以石珊瑚為家為石 或者為棲息地的那些魚類 我們剛剛看的那些很小的魚 也都會沒有了 那如果你繼續再往上面 不管你是溫度升高也好 你就是溫度不升高 你二氧化碳再增加也好 它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C 看這個變成C 那就真的是 當二氧化碳大於500PBM 到升高超過3度C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什麼 基本上是 就沒有三胡椒了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 你還沒有講 下一張 你又可以看到 這是剛才那個圖 我們現在開始 根據這個IPCC 就政府間 氣候變遷委員會 這個資料給我們的話 如果我們現在 就把二氧化碳 通通管制住了 通通不給它動 都不要讓它伸出去了 它我們最好的狀況 二氧化碳會繼續到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部分 到溪的部分 差不多到2060年以後 或者207年以後 它才會穩定下來 那如果不管制的話呢 當然就是 就像Business as you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過日子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會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就算我們到了 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最好的情況之下 我們二氧化碳還會繼續 溫度還會繼續走到 2060 2050年以後 才會 才會 才有機會停下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的珊瑚礁 其實是沒有機會回復的 這也是為什麼 請看下一張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科學家 包括最近的一次是 今年七月份 佛羅里達 世界珊瑚礁會議 他們發出來的一個 一個討論的宣言 大概在本世紀中夜的時候 透過全球暖化和海水酸化 珊瑚礁的命運 在本世紀中夜會達到什麼 臨界點 就是沒有了 我們剛剛看到最慢 最快的時候 也可能 我們做得最好 大概也要2006年 或2007年 二氧化碳才可能穩定下來 溫度才可能穩定下來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我們在談保育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聽到 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的人覺得說 自然界是如此的聰明 如此的能幹 我們應該畫一個保護區 讓它怎麼樣 自生自滅 它就會導到自己的路 但有些人也會說 我們應該要給它 更多的幫助 那到底哪個是對的呢 好像我們去尊重自然 應該是獲得大多數人的想法 可是當我們看到 這麼準確的科學證據 剛剛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有六七篇七八篇 非常好的論文 一直過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只畫一個保護區 什麼都不動它的時候 我們所改變的 就這樣講說 全球變圈下面的這個狀態 我們可能會讓珊瑚 躺在我們的保護傘中 慢慢的死去 所以呢 所以 可以回到前面 所以 或許一般以前 我們不太願意碰的那個部分 但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不是非常的瞭解 只是我們應該很勇敢的去面對 或者去踏出去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開始繁殖珊瑚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栽培珊瑚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選種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育苗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增加它的適應能力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為它營造新的棲地呢 就像 你不能做這個事 你做這個事會有問題啊 你看你會破壞了自然 可是是不是 就像我們對以前的稻子 稻米有沒有 我們做了很多稻米的選擇 後來稻米選擇養活了很多很多的人 我們對很多蘭花做選擇 我們對很多生物做選擇 我們現在 我們甚至對很多作物 它就它的抗菌力 我們都做它的什麼 選種育苗 我還記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是頒給 那個對水道選種 然後變成綠色革命的那一位先生 說不定我們真的要去愛護 我們的環境的時候 因為我們人類已經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讓我們的環境的改變是 像一個車子要停下來 或者一個船要停下來 基本上它一定要有往前走一段路的時候 我們應該放棄一些我們過去的傳統的 怎麼講 比較那個叫做所謂 比較基本教育的那種想法 可能我們應該用更多更新的知識和科技 來做更多的事情 下一張 所以 我們講了這麼多的話 就在告訴 可能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保育的想法 是還是不是 我沒有給各位真正的答案 我只是告訴各位一連串的 就講說 在全球變遷下的海洋的薪資而已 下一張 好 談完這個例子 當我們有這種想法以後 當那個東西我們有一個想法以後 我們再來看我們整個世界的變化 我們看海洋的整個變化好了 所以講說我們海洋 可能已經不是各位想像這種海洋了 我們不可否認的 海洋是人類最大的糧場 世界有超過50%以上的這個蛋白質 都是直接間接來自什麼 來自海洋 可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在五年以前 全世界的大型的經濟魚類 已經剩下不到1950年的10%了 你知不知道海洋已經有90%以上的這個經濟性魚類 已經被我們消耗掉了 你只是覺得魚價越來越貴 可是你可能從來沒有人告訴你 真正我們剩下都已經這麼少了 然後呢 更慘就是去年 兩年以前的一個文章 他就告訴我們說 就是21世紀中葉的話 假如以現在的曲線去跑的話 我們以後會吃不到 就是21世紀中葉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吃不到鮪魚了 比牧魚 龍蝦這種水產的經濟性生物 它都會沒有了 那你這個時候講說 你之後有聽到另外有一批人跟你講 不會不會 你放心好了 你看 我們從2006年 全世界的水產生物 為1億6千萬噸 它已經有41%來自養殖了 換句話講說 這個都是沒有了 我們還是可以把你養起來 那這個數字我可以講完更準確一點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在1989年到1990年的時候 全世界從海洋中間抓到的魚 就自然生產的魚 已經達到它的高峰 差不多是9千萬到1億噸 所以從那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人類繼續增加的消耗了這些 這些水產生物 其實是1990年以來 水產養殖以每年8%到9%的比例在增加 所以水產養殖 海洋養殖或水產養殖的未來 可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產業 就像幾千年前人開始種稻子 你知道嗎 或者說幾千年前人開始去畜牧一樣 可是我們種稻或者畜牧 還是造成了很多的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做海洋 難道我們不能夠記住以前的教訓嗎 請看下一張 什麼樣的教訓呢 我給各位一些非常簡單的資料 你就知道我們現在在拼命發展的事情 可能要再想一遍 我們一直以為很好的事情 可能不見得想像的那麼好 第一個 我們剛才講說我們都可以養很多很多的魚 對不對 有41%的這個魚 我們吃的魚精是養殖來的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吃的魚中間 百分之 那魚的飼料 它的飼料裡面 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五十還是魚粉 所以它還是什麼 還是依賴海洋的 而且你知道那個魚粉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從海洋中養分循環的生態鏈裡面 把這個魚抓走的 舉個例子就是說 譬如說在蜜汝那邊外面的外海 那個很大的魚場永生流區 隔壁南外面非常大的永生流區 當那個地方有很高的生產力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人那種 那種小魚就是海洋魚類 它把它抓起來 把它做成魚粉 把它運到陸地上面來 給人吃或者給魚吃 或者給其他家畜吃 所以說魚粉是把海洋中的 本來應該循環的養分把它拿過來的 可是我們在過去的五六十年中間 從海洋中拿了那麼多的魚 剛才講說1990年就已經達到1億噸了 這些養分不管是給魚的飼料吃 或者放在養殖的魚吃 或者放在我們陸上吃 這些營養通通堆積到什麼 大陸的沿岸的大陸棚來了 那本來這一些營養應該是在什麼 大洋中間循環的 那現在通先堆到這個陸地 或者說我們沿海的養殖區來了 那這個沿海養殖區佔了全世界海洋的面積 到200公尺喔 不是我們現在養殖50公尺 30公尺 不是這樣子 200公尺喔 也不過世界的海洋面積的2%而已 把那麼多的東西 通通放到這2%的地方 你不覺得它有問題嗎 還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現在看到了區域性的 還沒有看到整個大的 養殖太密集的地方 它會有優氧化 它會抵擬老化 它會有疾病源 就是那種魚病啊 蝦病的全服 而且我們剛剛講過了 而且在這個2%靠近 靠近陸地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陸原汙染 超過海洋中間 整個汙染大於80%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最重要的生產區 營養源拿到我們汙染什麼 最嚴重的地方來養 你覺得我們很多人告訴你的 那些看起來好像 非常能夠解決問題的想法 保護啊或者是養殖啊 你覺得它是對的嗎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 在本來這個生產區裡面的 循環的營養源 通常被我們移到這個旁邊來了 那我們在陸地上面的這些 就在大陸旁邊的這些 所堆積的這些 有氧化的營養源 在自然的海洋中間 它是沒有這個 海流或者相關東西 把它這些東西移到大洋中間 去讓它去重新再循環的 所以就很奇怪 就是說我們看起來 請看下一張好了 你看起來我們對來 我們現在碰到的瓶頸 我們可以用一個新的方法 透過我們對 剛剛講說 那麼大的 占全世界71%的海洋 那麼多的新的發展農業科技 我們可以解決的 可是它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 可能只能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下一張 好 那現在又有人有新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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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當我們談到海洋 尤其最近這幾年來談 台灣也好 全世界也談到海洋的時候 都覺得海洋 是我們人類未來的希望 我覺得他們數念的不夠 就像我剛才跟他們講的 跟兩位老師講的講說 這邊所有的論文 都是2003年以後 最新的論文 我覺得你們還用這些傳統的想法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講說 海洋是 還有很多很多不瞭解的呢 就像剛才你講的一樣 我可以做一個好的海洋學家 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我們對海洋海底的探測 有人類以來對海底做過真正的 on-site的那個很準確的探測 用那個什麼聲納那個不算 就正在那邊有那邊看探測 你看海洋有多大 我們只看過什麼 五平方公里的部分 那我們要去做決定這個地方 是什麼樣子嗎 所以我們對月球的了解 真的是比什麼 比海洋多 真的是比海洋多 好 別人就告訴我們說 這麼多我們沒有調查的地方 所以在我們的深海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還沒有開發 有待我們去利用 所以你不要怕 海洋平均深度 3700公尺 平均差不多3700公尺 我們人類過去開發的 都是只有 差不多150公尺 200公尺的那個表面 所以還有 3750公尺 減掉150公尺 3600公尺 海裡面都可以長東西的 它是可以立體利用的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的機會 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好 可能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95%的海洋 是超過200公尺的深海 所以有很多很多空間 然後我給各位一些數據 讓我們覺得它是充滿了樂觀的 2000年到2007年 國科會支持的 就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研討會一樣 就希望把這個 新的支持給各位 告訴各位 支持的這個 台灣周邊深海的 發展研究 這個開發的這個 或者說是探測的一些計畫 它告訴我們 台灣周邊發現了 603種新的深海生物 它有80種是世界的新種 有523種是什麼 是以前從來沒有記錄過的 在台灣沒有記錄過 新紀錄種 所以每年發現超過 100種以上的新種 那在2002到2005年 南極在700到600米 6千米公尺發現的 那個新的生物種 是超過了700種 所以深海顯然是充滿了 商機 商機充滿了前景 真的好像是這個樣子 請看下一張 可是我要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科學研究和人類糧食 其實是南遠北側的兩回事 為什麼呢 我給各位一些非常準確的數據 你想想看是不是這樣子 在深海裡面 在海底下 只有1%的海洋基礎生產力 是被深海細菌所利用 其他為其他的 其他被其他生物分配的更少了 這句話怎麼講呢 整個的食物金字塔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越上層的那個 越基層的 譬如細菌基礎的這個 生產者 初級消費者 次級消費者 最後上級消費者 它是一個金字塔 金字塔的型來分配的 OK 海洋中間 海洋中間整體的生產量 深海裡面 我們認為它沒有什麼太多生產力 99%以上的生產力 都是來自於什麼 海洋的表面 OK 所以在海洋表面的這些生產力 能夠分配到深海的生物 細菌能用的只有1% 那你不要笑 那能夠分配給其他生物的 不是更少嗎 所以我們深海裡面 怎麼可能有很大量的生物量呢 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我們從頭到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這樣認為的 深海的生物 都是由這個上面的海洋 的這個基礎生產力 或者大型的魚類 或者生物 或者那些浮游生物 它死掉以後沈降下去 給這個底下的這個 這個生物來利用 可是在上面的這些 本來可能要死掉 它慢慢沈下去的 大部分的魚類 或者一些東西 在過去幾十年中 通通被人撈走了 對不對 這邊生產應該往下沈 它被人家撈走了 那能夠落到底下去的生物 那個食物 又剩下多少 所以就算以前深海的那個 雨沒有被人家去捕 可是因為它上面的食物 被人都撈走了 所以它底下的族群 也是越來越什麼 越小啊 所以並不是我們以前 沒有開發深海 我們只撈海面的 深海就沒有受到影響 這個觀念是太膚淺了 太淺薄了 不是說膚淺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 所以就理未易明 就是我們講一些事情 很快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這種感覺 就覺得很棒啊 很同情啊 很義憤啊 那個都有問題的 你真正要去說理 其實是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你說理呢 你必須要很準確的什麼 知識 很準確的資 資料不能說知識 有了知識 經過驗證以後的知識 對不起 有了資料 經過驗證分析以後的資料 才會變成什麼 知識 變成知識 所以 我們真的對這個深海的 這個 這個了解 或者利用 可能 也不像我們想像的 那麼具有 明日世界的潛力 下一張 所以 我們對 人類走向二十一 或者更後面的世紀 我們以為海洋是我們最大的資源 我們 傳統上告訴我們海洋就是非常有資源的東西 那我現在告訴你 它可能不是那麼單純 它可能需要我們再想一想 下一張 好 那我講說 有人講說那沒有關係啊 那我不稀奇啊 我們現在有海洋生物科技 對不對 現在也是叫了震天駕響 生物科技很好啊 沒什麼不好啊 生物科技有什麼東西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種 那我覺得生物科技 你們最 最被人 大家所傳送的一種 就是它可以利用什麼 基因的轉值 來改變生物的這個能力 或者 產生新的一些東西 可是你知道嗎 在陸地上面 我們轉值基因的東西 就已經被管制的非常嚴了 臺灣我不知道有沒有管制怎麼嚴 理論上也很嚴 那在歐洲那種地方 你對這個限制更嚴 有些人做那種基因轉值的那個倒子 譬如說 或者說麥子 基本上它還不見得會到處傳播 因為陸地上面它沒有傳播 沒有這個遷移的話 它基本上會在當地 它有山川河流的隔絕 可是包括鋒利 都已經會讓那些 有一些 我想你們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歐洲前段時間 反對這個基因轉值作物 你就知道他們認為很多的那種散播 是在無意間會出現的 那如果你真的 至少願意接受它這種講法的話 那下面這個話你會不會嚇死掉 那假設這種我們做海洋生物科技的時候 萬一有這些基因轉值的東西 進到海洋裡面去的話 那還得了 海洋是沒有限制的傳輸 在大洋中間我們有風送流 洋流 在深海和大洋之間我們有什麼 溫延流 跨洋 大西洋 太平洋 印度洋 跨洋這樣流 我們有溫延流 我們在區域性有地形流 我們從深海到前海 前海到深海有補充流 所以假設我們真的有這些東西 需要被管制 可是又沒有辦法 好好管制東西 溢入了海洋的話 我們真的真的是很難去再去控制它 控制它也沒關係 不控它也沒關係 它跑下去了它搞不好也沒什麼能力 它也不見得會有什麼交換 基因要交換不是那麼簡單的 對不對 好 那我跟各位講一些數據 最近越來越多的資料告訴我們 最近做生物多樣性很熱門 各位應該知道說 我們人類現在登記的生物種類 差不多146萬種到160萬種 登記出來的 為什麼有些變化 因為有的是有的會重疊 或者什麼樣 那我們估計 可能還有 可能是差不多五百萬到兩千萬 所以還有非常非常多 我們其實是沒有發現的 尤其是在深海裡面 百分之八十來自深海 那你說深海裡還有那麼多生物 這個還不過癮 更過癮的是什麼 深海生物我們所沒有發現的 它都是非常基礎的 原型的就是比較偏向於那種 微生物內的一個生物 所以它的基因交換能力 是遠比我們這種陸地上面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非常進化生物要大太多的 我給你看一些數字 一些資料 你看下一張 這是剛剛2005年Nature的文章 他說海底沉積物 還不包括海水中間 海底沉積物中間的圓核生物 主要是指細菌 占了全地球所有圓核生物的百分之五十 連我們陸地上面 所有的生物通通連在一起 土壤中的細菌 空中的細菌 什麼的細菌通通連在一起 還沒有海底裡面 海底裡面就占了百分之五十 還沒有海底的多 因為海洋中間有很多的 海洋中間的細菌量大概是這個的 千分之一到萬分之一 但是海水的量非常的多 所以海洋中間也非常多的細菌 所以大部分的圓核細菌 其實是在什麼 是在海底深底下的 而且他們的研究發現 在我們打這個core 那個柱子裡面 進來聽 你不聽你會後悔 那個開玩笑 沒關係 請請請 那沒問題 那當然沒問題 來 我告訴你 在這個 在打這個泥巴裡面我們發現 在一千六百萬年前的泥層中 記得 一千六百萬年前的泥層中間 它還有什麼 活的細菌和圓核動物 所以那個生物 所以那個圓核生物 其實是幾千萬年 一直在什麼 在那個地方累積 而且是在做一些 我們知道它是所謂 礦化物 一直在做的 那更有意思的是 這些深海細菌的生命週期 是大概 0.25到22年 換句話講說 這個生命 這個細菌要繁殖一次 是要什麼 22年才轉一圈的 一定聽都沒有聽過 因為我們在所有的實驗室 養的大概都是什麼 都是3天5天最慢 快的話有時候 甚至十幾個鐘頭 細菌就開始什麼 開始double了 開始再繁殖 所以你看看 假設這個部分 有這麼多的細菌 它的繁殖速度這麼慢 假設我們現在養的這個 我們常常植物 最喜歡植物的是什麼 gross factor 對不對 生長基因 進到海洋中間去 你覺得它有什麼想法 你會覺得它有什麼想法 你告訴我 你知道我意思 我們要它生物長得快 魚要長得快 那個細菌要 一些原生物 我們希望它能夠產生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們會植入一些東西 最常植入的是 是生長荷爾蒙的gross factor 這個基因 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覺得嚇得要 我們這樣講完了 你不要被我嚇到了 但是我是故意要嚇你的 先講清楚 你有沒有嚇得要死 你想想看 我們剛剛講的還只是 細菌 我們還沒講到濾過性病毒 濾過性病毒 算我們命好 我剛好在今年7月看到一篇 paper 2008 Nature的論文 剛剛出來 以前沒有人注意過海裡面的濾過性病毒 從來沒有人注意過它太小了 可是你看完這個數據以後 你會大吃一驚 你會覺得我們怎麼對海洋 有那麼多人發表意見 可是那麼無知 你想想看 濾過性病毒 在深海及海底的深海溪中 一年可以產生 3700萬到6000萬噸的有機碳 GIGA是10的9次方 你算算看 所以濾過性病毒在海中間 非常非常小 濾過性病毒小到比細菌還小 它要產生 它要有這麼大的量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深海中 80%的原核生物的 液化生產能力的減弱 是由病毒造成的 我把講得更直接來一點 就說80%的這個原核 那個細菌的死亡很崩解 是靠什麼 是由這個病毒來的 那病毒造成原核生物的死亡 但主要是細菌 隨著深度增加而增加 在1000公尺以下 成為全部有機物的來源 這個科學家是很煩的 我也覺得他很煩 因為他也不敢講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也不敢真正就講說 他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造好的意思去翻譯出來 那我用很白話來講 如果錯的話 那請各位原諒 包括網路上的朋友們 對啊 就是說 他說1000公尺以下的 基本上所有的細菌的死亡 都是由什麼 Virus在控制的 所以喔 假設這個數字都是對的話 所以看清楚喔 海洋病毒 從來沒有人注意的 是全球生物化學 Biochemical的循環中間 深海新陳代謝 Deep Sea Metabolism下面 集全球最大生態系中 最重要的角色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在這邊有朋友們喜歡 就是做生物科學 做基因的自動轉值 或者做基因的這些交換 最旺盛的生物群是什麼 就是什麼 病毒還有什麼 細菌 對不對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喔 所以我們走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我們會覺得 不曉得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會覺得 很快樂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新的東西 可是也會覺得很 戒慎什麼 恐懼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東西 是我們自以為是的時候 所沒有什麼 所沒有這個 所疏忽了的 可是在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之前 我們其實對未來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的規劃了 下一張 好 剛剛我們談到的是 它對我們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對不起 不是這麼多樣 就是那個生產力 生產力 生物的生產力的影響 其實喔 這一些 海洋中的這些維繫的生物 它其實跟我們的全球變遷 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很多講 那方老師我都知道了 因為那個什麼植物性浮游生物 會吸收碳啊 或者什麼東西 然後會沉穿到海裡面去 不是不是 它比那個來的更深入一點 不是很多 但是深入一點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也是最新的一篇論章 它就講說 海底岩層中的 Basard裡面的 化學地質自營性細菌 這叫做 Chemical Litho-Hetro Chemical Litho-Autophilic Bacteria 好不好 細菌 密度是深海海水中的千倍到萬倍 所以事實上 大部分的這個 海洋中的這種礦化活動 其實是發生在什麼 在海底那個部分 那他們的活動呢 是海洋中碳元素循環 就是碳 我們二氧化碳 碳 及海水及 岩石化學物交換的重要關鍵 就是把海洋中間的這個 二氧化碳 把它固定在岩石中間的 那個就是地層中間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好 那我再告訴 我們再過來講說 這是2007的那個Nature 他講說 我們其實在過去工業革命以後 那個地球開始暖化 二氧化碳開始越來越多 我們大概有超過一半以上的 二氧化碳 如果沒有被海洋 大部分都被 一半會被海洋吸收 那這個吸收以後 透過浮游生物的死亡 沉入了海底儲存 儲存其實就是透過這種礦化 就把它留在那個地方 換句話講 如果我們沒有把這些 二氧化碳固定在海底 或者這些二氧化碳 是被放出來的時候 那我想這個 我們的暖化速度 會遠超過什麼 現在 但是這個還不算 還算是小咖啦 真正大的其實是 甲烷冰 我想你們都知道 水和二氧化碳 水和甲烷器 那個東西如果放出來的話 那量是更多更多的 但是 整體來告訴 就是告訴各位說 其實 你看我們知道 海洋中間 更進一步的了解 它不但影響 海洋中的生產力 生產量 生物的循環 碳的循環 甚至什麼 包括我們從空氣中間 固定到海裡面的 這些二氧化 直接間接的都受到 海洋中微生物的影響 海洋微生物 都是我們剛剛才開始了解的東西 下一張 所以 講完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講一句話 不管是保育或者是開發 你更需要知道所面對的海洋 到底是以前過去一字半解的認知呢 還是它是一個新的 變動的 更真實 更接近真實的系統 其實這我所有要講的話 今天所有要講的內容 其實只是這一句話 我們可以下課 對啊 其實不是這樣子 其實真的是 真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它是一個非常非常 在變動的系統 尤其在過去這幾十年來 我們對新的知識 以及整個環境的變化 下一張 好 我們剛剛談到的都是 跟生物表有關的東西 我現在跟各位談一個 就是跟整個海洋的 這個 這個 我們所全球變遷 對整個海洋的環境 所造成的一些改變 它其實也在直接間接的 造成了一些我們 可能要未來做預測的時候 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一篇論文 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 從1990年以來 40%的颱風的強度 不是亥 是旱 旱 旱 and 數目的增加 強度和數目的增加 都可歸因於地球的暖化 好 那你說這個我都知道 什麼Katrina的颶風 台灣最近這段時間 我都知道 可是這跟海洋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你一篇一篇去看論文 你就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把所有論文 通通集合在一起的話 其實看論文 本來就應該是集合在一起的 你沒有看一篇Paper 塞了後面一大堆論文 就應該集合一起看的 你把它通通看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一些端倪 怎麼樣端倪呢 我們再看 回過頭再看另外一篇Paper 就是颱風會把海面的溫度 帶到海洋的深層 而且約有七分之一的海洋熱度的輸送 是與這個颱風氣旋 就是包括颱風 Hurrigan 熱在去泉有關的 這個想法其實是一個全新的想法 我想各位可能沒有注意到 但是我對這種事情比較敏感 你知道嗎 在這篇論文之前 我們大家對颱風的最新的認知 和海洋的認知就是說 颱風可以在 它的那個Cyclone可以把深海 因為它透過這種旋轉 可以把深海的海水怎麼樣 帶上來 所以把深海的有營養的冷水怎麼樣 帶上來會造成區域的什麼 那個生產力的增加 這是我們對颱風 在看到這篇論文之前的認為 所以颱風是可以增加海面的什麼 生產力的 那不是壞事 可是你真的沒有想 它其實只是把剛好另外一個 講的 講出來而已 它把這個物質帶上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把熱量怎麼樣 傳下去了 OK That's simple 可是以前就沒有人做到 可是 算一算了 你還嚇到了 它真的有七分之一的海洋熱度輸送 是在 這個 是在 是由這個颱風再完成 下一張 好 我們剛剛把那個記者 我們又再看另外一篇論文 是最剛剛出來的論文 它是從1961年到2003年間 我們測量700公尺深的海洋溫度 700公尺算蠻深的了 推算熱能的暖化 造成海平面每年上升0.53公里 比原先預估的多了65% 顯示全球海洋暖化速度 比之前的預測要快50% 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兩篇文章 你有把它連在一起嗎 所以在那麼深的海底的那個 那個熱度架去的時候 以前這篇文章是一個獨立的 我們現在看過 只要它看過前面那篇文章 它就知道說 其實那個Cyclone是把這個溫度 送到那麼深海底的 一個主要的factor 所以全球暖化在影響海洋中的 700公尺的這個深的海洋 它現在講的是那個海水的增高 我想要跟各位講的 不僅僅是海水的增高 就是那個海平面上升 我現在講的各位 它這個文章本身要強調是海平面上升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 其實是更多更有趣的 也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 你看下一張 好 這個是比較偏向於生物的 所以一般念物理的人 不會去念生物的書 那一般念生物的人 比較不會去念物理的論文 那就像那個社長講的 那我反正是不務正業 我反正物理化學生物 我都很有興趣 我就都會看 可是看完以後 覺得說原來很多事情 你如果 就像拼圖一樣 你如果只看一個部分 你可能是有點蝦子摸像 你拼圖也不見得看得對啦 但是你可以慢慢看到 比較大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 在講生物的部分 他們發現海洋中 300到700公尺的氧氣層 過去50年間 就時間就剛好 跟我們算的溫度年間差不多 急劇減少 然後缺氧層擴大 這個問題就很有意思了 為什麼 因為海洋的最上層 到150公尺到200公尺之間 它有一個什麼 水溫月層 那個水溫月層是 上面是什麼 比較暖的水 下面是什麼 比較冷的水 它不太是交換 這是我們非常傳統的觀念 非常傳統的觀念 然後到300到700公尺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什麼 穩定的水層 OK 理論上你溫度越加熱的時候 它在上面 水密度就越低嘛 它就會在上面 所以它不會加熱到底下的 所以它這個部分 過去是一個非常清楚 一個非常穩定的層 可是這個層呢 因為颱風的緣故 颱風是因為那個叫什麼 40%是因為我們全球暖化的緣故 所以它把這個 這個 這一個層就把它打了很多洞 打洞 把它熱量傳下去 可是加上去的溫度呢 就讓它的什麼 溫度越高 溶氧就什麼 越低嘛 對不對 溫度越高 溶氧就越低 還在其次 而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 你有了這個不同的溫度 我想海洋裡面的洋流 最清楚就是溫岩流嘛 那你溫度變化了以後 這個洋流的流動 真的喔 這不是我 它真的已經做出來 看到就是這樣 這個洋櫥的流動 已經使海洋 魚類及其他海洋生物的棲息地 拒減 而且這個部分呢 這個缺氧層一直在擴散 它像什麼 它像前海層 比較旺 生產力旺盛的前海層 出現那個擴散 而且危及了當地的生物的豐富性 以及它的生物棲地 很好玩喔 這兩個 這些完全不同 都是一樣很好的 其他洋櫥出來 只是它不同的領域 可是你把它接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對這個海洋的了解 可能要有一個用心的想法去看它 它連海流 溫岩流 我們知道一點點溫度差 一點點鹽度差 就會造成改變了 它其實可能已經在改變了 下一張 所以你會知道嗎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東西 你知道嗎 海水上升 比現在所有的預測都快 OK 那 海洋水沉的流動 會改變嗎 這我們剛剛講說已經在改變了 不要忘記 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的 兩極熔冰的影響 兩極熔冰影響 我想我就不必特別講 因為兩極熔冰影響 為什麼像明天過後 明明全球暖化 為什麼那個 為什麼那個地方還會變得很冷 因為很簡單 因為那個熔冰以後 南北極的那個冰 就會讓這個本來從大西洋南邊 往那個北邊輸送熱量的這個海流 就什麼 就停掉了 就像剛剛那個水流 水團不一樣 它流不上去 所以就會變冷 這樣子的緣故 所以海洋的水沉的流動改變 其實是非常大的問題 那剛才講的更有意思 那如果那個300到700公尺的海水在變了 那我們現在做的最好的海洋深沉水是到663公尺 對不對 那比較爛的海洋深沉水 就差不多兩三百公尺 四五百公尺 兩三百公尺這樣子的 那我們那樣子 那個水這樣擴散過來的話 那你覺得我們海洋深沉水是要抽什麼水 抽什麼水你告訴我 抽淺塵缺氧水嘛 好不好 非常好玩 然後呢 我們在前海養殖發展的那些海洋養殖 還有我們在大洋中間做魚撈 我們魚撈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放那個香網 金濁網 不是香網 對不起 那個海洋養殖式香網 那大洋中間放那個金濁網 放那個微網的時候 就是要把那個網放到超過那個水溫月層 溺水溫層 就是在很冷很熱的地方 它那個網要放下去 所以那個魚 你在微網的時候 魚就會往下跑嘛 它碰到那個水 忽然很冷的時候 就會變成什麼 它就不想往跑 因為它會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不同的環境 你知道嗎 比較這是 這是表面上 這是水面 這是那個水溫 這是那個 這邊是暖水 這邊是冷水 可是這個船在這邊開 這邊有魚 這邊有魚 那船就放了這個網子下 要抓魚 那個魚就會往下跑 它跑到這個比較冷水的地方 它就不會往下跑了 那這個時候 所以船的網子要 基本上要放到這個 比這個還要再深 然後魚不會跑 它網子就可以收網 不然在底下會有個洞 它會通通跑掉 懂不懂 這是大型微網的基本功能 那當我們底下的那個 當我們發現水溫月層 已經通通在改變的時候 我們的魚撈是不是要改變 不過改變魚撈不錯 因為我們抓太多魚了 所以魚撈失敗也不錯 那可是海洋生物多樣性 會受更大的創傷嗎 我們剛剛在講 我們平平在保育什麼東西 可是連海水的本質就在變了 連氣候本質就在變了 我們只在那邊畫了一個保護區 然後像一個 不曉得一個怎麼樣 像一個動物在那邊 一個非常非常專心的母親手正在洞口 可是後面那個洞口裡面 洞裡面的那些蛋 都已經被別人從別的地方挖走了 不是有同樣的感覺嗎 所以非常不曉得應該怎麼講 非常值得我們重新再去思考一下 下一張 好 我們現在呢 剛剛談完那個東西 談到都是一些 從整個海洋的 對海洋的幻想 我們一般了解的海洋狀態 海洋的破壞 然後再講到一個例子 然後再講到海洋的整體的生產力 然後再談到整個海洋環境的變化 我們發現它一直有一直有問題 然後也發現到 當我們用到一些什麼生物科技養殖 可能都有它的這個限制 那我想跟各位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對不起還沒有 回過頭來吧 就是我們現在最熱門的 熱門的南極的熔兵問題 現在大家談談南極熔兵問題 所有報章雜誌上談的都非常的震撼人心 非常震撼人心 就是說什麼 它就是要嘛就是什麼企鵝有問題 要嘛就是北極熊有問題 反正就是這一類的問題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這所有變的東西 通通都是在什麼 水面以上的 我們明明知道水面以下 比水面以上什麼大太多了 怎麼從來沒有人去看 關於水面以下的東西呢 每個人都跟我們講地球上面 人在地球上生活 土地上生活是表面的 最高的就是508層的那個樓 可是海洋裡面隨便放下去的話 也幾千公尺 有一個空間的發展空間 所以我們在南極熔兵的時候 真正受影響的可能不是表面 可能是什麼 海底下 可是你有看過這個資料嗎 好 那我告訴你一個 最近的一些研究 他們發現 在南極的冰山 這個冰山有的是 小到0.1平方公里 或者大到30.8平方公里 這個冰山 他一邊在 他從南極那個冰罐裡面這樣脫掉 然後開始往旁邊這樣流 往低尾度開始流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慢慢的溶解 這個冰山的旁邊 可以遠到3.7公里 這個冰這個地方 他都可以有增加他的葉綠素 他就破了基礎生產力 藻類 零蝦 蝦子也會聚集 海鳥也都會來吃 他整個生態系 就變得非常豐富 非常豐富 然後呢 他就算到我們現在的這個熔冰量 暖化以後熔冰量以後 我們發現 一季一年中間 這個熔冰的所影響的這個 Wedow Sea 就這個海 這是南極 繞了南極的這一圈 海就叫做 威度 Wedow Sea 還有39% 這個海面都會受到影響 而且這個怎麼樣的影響呢 這麼 這麼這樣的一個海 南極海的39% 它會受到熔冰的影響 熔冰又受到什麼 氣候的影響 它會改變什麼 表層生態系 它會減低 不是增加喔 減低有機碳 向深海的輸送 下一張 好 它會向深海的輸送 可是這樣深海的輸送 對深海有什麼研究呢 有什麼了解呢 我們才發現 南極的深海真的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這篇文章 剛剛出來的 Nature出來的 那是翻譯成 少數了 那翻譯成那個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Wedow Sea的 底漆生物 是從748到630 6340公尺的 生物多樣性 它是遠超過預期的豐富 舉個例子 就說 它有674種的 這個不是瑞 是端腳類 端腳類 中間 它有585種是新種 所以 有太多的海洋生物 在那個地方 而且我們是沒有看過的 而且它們的分布 反映出珍貴的 南極生物地理演化 什麼叫南極生物地理演化呢 舉個例子講說 它們發現這種生物 有兩種群 一種就是大陸坡群 大陸駕群 一種是什麼 大陸斜坡群 那在靠邊的地方 有一些大陸駕群 會往深海侵入 可是有些地方呢 它其實是從深海 往這個大陸駕群侵入 那在南極 這是南極 南極其實跟每個海都接著 跟這個大西洋 太平洋 印度洋 澳洲人那邊的海 印度洋沒有 它其實都接著的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南極其實大部分的生物的量 其實是與大西洋類似 太平洋其實比較大 但是南極的生物其實是與大西洋類似 所以我們大概認為說 南極的生物 可能最早是從大西洋過來 然後我們後來 別的論文就告訴我們說 章魚 章魚是從南極開始 大概三千萬年前 往北邊開始擴散 可是更有意思的一個事情 是什麼呢 他們發現南極 這是南極在這裡 這整個地球 南極在這裡 這是北極 南極和北極的有恐蟲 它基因基本上是有相通的 差那麼遠 為什麼會相通 是因為南極它的這個海流 有往北極流的趨勢 所以它的南極的基因 從基因會往北流 那北邊的那個北極的呢 沒有往什麼 回流過來 我想這個大家就很知道 其實我們最近對全世界 溫廉流的了解以後 就知道溫廉流會貫穿什麼 大西洋 然後進入南極 再進入太平洋 再回過頭來 再轉回去 好不好 所以它其實 所以我們進一步的 生物上的這種發現 也反映出來了 我們物理化學上的一個現象 可是 這個講的比較 讓我們去稍微注意一點的事情 就是說 你有沒有想像到 當氣候變化會改變南極的冰山 南極的冰山會改變什麼 南極的底漆的生物群 南極底漆生物群的東西會 甚至可能會透過海流 會影響到什麼 北極的這個生物的基因溝通 溜動 你很難想像 南極跟北極一個在什麼 南邊 一個在什麼 北邊 而且通通是在那個海底下發生 下一張 所以啊 從許多的例子來 我們可以講到 其實人類啊 對海洋啊 它充滿了期待 前面是充滿了幻想 後來我們了解了一些東西以後 就有很多人跳出來說 我們要 充滿了同情心 我們要保護它 但是我們在心裡面 打從心裡面來講 我們其實對它充滿了期待 為什麼呢 我們覺得它 它是我們未來的糧食 能源 礦業 空間資源 基因資源的最大的資產 什麼叫做空間資源呢 可能各位不是那麼熟 那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的觀光油氣 是屬於空間資源的一種 現在陸地上面的觀光油氣 其實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飽和 那對海洋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人類生息的空間 就在海洋中間去做這個 在海裡面生活 大家覺得是一個很適當的方法 就是一個大家最適合表達 在往海裡面拓展空間的 其實不完全這樣 我隨便各位舉個例子就知道了 日本的關西機場 就是什麼 就是跟海洋 還怎麼天海 它就是從海洋裡面獲得 新的空間資源 所以它空間資源 其實在海洋 是一個最大的部分 還有基因資源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 剛剛講到了 我們對海洋未知的生物的那些基因 它可以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新藥 可能是新藥 可能也給我們很多新的這些知識 可能新的適應能力 很難講 真的適應能力 所以 我們對它其實有充滿的期待 可是呢 如果我們沒有新的知識 新的眼界 或者新的度量 什麼叫新的度量 就是聽別人講跟你不一樣的話的度量 懂不懂 就這麼簡單 沒有新的胸襟的話 我們就可能面臨海床破壞 我想這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海床破壞 海床破壞 這打錯了 邊坡的崩塌 溫室效應的加速 深海棲地的損毀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問題都會出現 那這個 海床破壞主要是我們對鑽油 或者是我們最主要是那個叫做什麼 魚撈 我們的魚撈 我們的脫網漁業是非常 以前認為那個 劉治網 就是會 劉治網海裡面會放那種死亡之網 死亡之強 就很嚴重 現在更多的人認為說 那個 那個 我們的脫網 其實把海底下來 那個生態氣力通通把它破壞掉了 那我可以跟各位這邊講一個 講一個很簡單的那個例子 就是我在 有一段 好多年前 我也是在 不要講它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 臺灣西海岸有一個 漁村去做調查 那差不多四點多鐘的時候 那魚船回來 那他就 他就在那邊賣 他們就把自己裝的那些魚在那邊賣 那有一個人就拿一個臉盆 他有賣一些雜魚雜蝦 一個臉盆就有一些浮沫 然後上面就很多很多的蛋 很多很多的魚的蛋 那個蛋 那個魚都已經看到那個魚的眼睛了 小魚的眼睛了 那我們就覺得說很可惜啊 我就說你要賣這個蛋怎麼賣 他說賣給你20塊就好了 我說這個怎麼吃 他說你回去用那個 雞蛋鴨蛋把它混一混 炒一炒就很好吃了 就很鮮了 那我們就講說 我們說這個魚不是就 都快要孵化了嗎 你為什麼 撈起來把它順手就怎麼樣 就丟回去 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跟我講 他說我丟回去 人家撈起來 人家也會把它拿來賣啊 想說也有道理 所以我們就把它買下來了 買下來沒有吃啊 沒有吃啊 拿回海洋生物博物館去 就給它孵化 然後就變成了 後來就變成很多小 那個追尖 你知道嗎 那個half big 就是水蒸 水蒸如果 差不多經過一年多 一年大概左右 就可以長這麼大 就是日本 到日本的那個料理店 有沒有去賣 可以做撒西米吃 也有來做夯的 有沒有 那一隻大概至少賣一兩百塊 你看那個幾千個蛋 它就賣我二十塊 它只要把它孵化了以後 它就可以變成很多很多人的魚 那它為什麼會 那個是在沉默 沉默在那個地方 那個蛋在那邊 它就是那種 它怎麼樣 它撈起來 那我還告訴你 好啊 現在因為我現在開始要耐時間 因為我知道快沒 快要結 這個我這個 翻譯片快結束了 我就只好講故事給你們聽 那那個 那就是 但是我 但是我 可能講的都是學問 後面是講的我真的自己的東西 就是 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看得到 我在那個 那叫什麼 七谷西湖做調查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七谷西湖裡面 那個抓魚的那個網子有多少 就是那個代代網 你們看過 大概有四百多張網 所以在七谷西湖 那魚出去散步 如果沒有看地圖 或者沒有GPS 不小心就會被別的網子 就回不了家了 所以它其實 非常非常密集 你下次去看看 可是 它的這個生物密度 比旁邊的那個 旁邊 就外海的那個海域有沒有 它的那個生物的那個 那個密度的量 大概是比它要高出至少 七八倍 比如外海 外海你看都沒有人在弄 偶爾有一條船拖過去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什麼 漆地都破壞 它根本連 你只要那個魚在裡面有生蛋 生過蛋 或者在富裕 小魚正在那邊養的時候 一下子就有一天中間 就一次兩次 船拖過去 或者一個禮拜 有一次兩次船拖過去的話 也讓這個魚 沒有辦法怎麼樣 長起來 可是如果在七谷西湖裡面 那只要小孩子 聽到 聽媽媽的話 這樣子 它至少可以孵化 它至少可以長成什麼 小魚 它至少有機會 隨著那個潮水怎麼樣 流出去 所以其實這個海床的破壞 其實是一個 就是我們一些 自己好像習以為常的東西 其實對海床的破壞 其實是蠻厲害的 路棚邊坡的崩塌 我想這個是非常 我想 比如說我們挖石油 或者我們對 其實最近有一篇新的文章 我沒有把它放出來 也是最近 大概今年出來的 大概也是Science上面的文章吧 科學科學 它就講說 其實我們 全球暖化以後 造成 單位大的洪水 大的洪水 它會造成海底下 有一種叫做 高密度流的改變 那高密度流的改變 海底下 它其實會造成 很多海溝 海溝的 重新被填掉 也有一些 邊坡 重新被 就是像一種 重新再改變海底的地形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的這個環球 全球變遷 對這個路棚的變遷 影響也蠻大的 那溫石效應加速 我剛剛講過了 那深海其地的損毀 我想就不必再特別提它了 下一張 我們剛剛除了剛剛講的地方 不可以做那些事情以外 另外呢 我們也不可能 被困於固步自封的同情 你剛剛講說我們對很多寶玉 很多很多很多這種海洋的觀念 不可能只是用固步自封的同情 也不可能畫地自縣的怨嘆 說哎呀為什麼以前人 那麼不愛護海洋 所以我們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以前人 那麼不破壞那麼多生物 所以以後我們後代子孫都沒有了 不要來那一套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現在該做的都還沒有什麼 好好做起來 你在那邊 好像你是充滿了正義 可是你只是在那邊罵什麼 以前的人獲得自己的什麼 光環 讓後面的人呢 跟著你走到一條 不求聖節的路而已 所以我覺得三情而不縮離的寶玉 我覺得都可能要重新再思考一遍 下一張 那真的面對莫測的海洋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下面幾個方法去考慮 但是不見得一定是對的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進步深入的科學 我們從頭到尾講下來的時候 各位可以知道其實一個好的準確的 但是不見得已經完整的科學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一定要有一個高瞻遠足的策略 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這個 我們現在如果根據現有的一些很傳統的 或者很intuitive 就是很直接的那些策略的判斷 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還記得一個很有名的學者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是講說科學是沒有民主的 你不可能透過一個民主來獲得科學 所以很多時候你覺得真的是對的 你要怎麼做的 可能你還是需要有一些堅持 但是你要看得夠遠 睿智務實的實踐 這個話我其實感觸很深 我想你一定很清楚 就是什麼叫睿智 因為你在那個 就是你哪個事情啊 你要是沒有這個去很 有那種智慧去讓這個事情能夠被很多人接受 然後讓它能夠真的做出來的話 你就算有很多 你就是很會宣導 或者你就算有滿腹精靈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部分不是務實而已 它其實還是要很多的智慧 去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 那最後我當然覺得 明包物語的胸懷 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呢 因為很簡單 這是老祖宗告訴我們 你就是要明包物語 這是我已經講了幾千年的 我們的一個文化的傳統 可是我覺得它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你不曉得去尊重生命 不曉得去尊重另外的人的想法 不曉得去尊重世界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只用你自己同意性的 那個字我不曉得 甚至不曉得怎麼寫 一個馬字編 然後一個什麼以儀 就是那個儀 一個馬字編 同意性的那個 徐志摩用的那個字 同意性的那個天真 我是覺得它是沒有辦法 讓我們去面對這個多變的海洋的 下一張嗎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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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差不多30年前當記者的時候 那時候 在立法委有一位 那個人還在 黃澤青 立法委 他是那個 當年有漁會選出來 他那時候大聲幾乎說 哇台灣的漁都已經 都被那個 台灣的那個 台灣周邊的 尤其那個 台灣海峽 已經沒有漁了 都被撈光了 所以說 一定要 要鼓吹說 要發展 養殖業 在那時候 本來 是沒有養殖業的 所以30年 喔 所以我們現在發展得不錯 不過 發展得不錯 是眼前之力 可能是後面之害 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我們也看到 現在是什麼季節 11月12月 烏魚的季節 早年 30年前說烏魚 每年這個時候都是烏魚季節 我們可以大豐收 那這幾年呢 幾乎不見了 為什麼 中共改革開放了 他們也 在前端就把你都補光了 所以現在只好 我們的烏魚都靠什麼 養殖 對不對 所以這個的話 當然就是也許破餘無奈 但其實它會產生很多的 所謂的蝴蝶效應 因為環環相扣嘛 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周遭的環境 台灣來講 現在全世界大家因為 剛才也提到說沒有能源 現在就是鑽海 對不對 從海裡面探看石油 東海油田 日本跟中國說 我們鴿子爭義 一起來開發東海油田 然後在南海說 要鴿子爭義 共同開發 台灣 台南到大陸的廣州那邊 我們的中油 跟大陸的中海油 也組織了一個台草公司 畫了一個四萬多平方公里 這裡要開鑽探石油 可以得到能源的補充 但是會帶來怎麼樣後果 其實我們恐怕都不再知道 真的是越來越莫測 因為這個實際上 一切我們看到太多的例子 剛才舉的例子 我們也是親身體會的 這些年來 你看每一次颱風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說破百年的紀錄 這樣一樣破百年紀錄 為什麼又要再有這種情形 其實就代表其實說 我們人類過度的開發 然後 對整個的一個生態系統 沒有完整的了解 就冒冒然的做一些 我們以為很睿智的決定 其實到頭來 可能受害的是我們自己 現在我們人類可能要共同承擔 這樣的一個苦口 不管如何我想 真的是非常感謝我們方教授 這本精彩的演講 也提到很多警惕大家 真的是要很準確的 來思考這些課題 OK 我們接著是還有一些 我們這個系列演講都是 也非常歡迎在座各位 能夠提出問題來 因為我們還準備一些 一些書本可以跟大家 除了在演講做交流 還可以帶回家做一個更好的投入 好 那有幾個問題 我想我也不需要 就是是不是請邝教授 您能夠來 足以足以來 盡量跟大家做一個答案 有請 謝謝 不敢答案 謝謝 不過我要特別要跟各位講 我今天講的那個 我今天講的那個內容 其實就像我剛剛跟那個 主辦人講的一樣 或者台生教授 一教授講的一樣就是說 其實我講的深度其實比較高 我其實講到了比較 比較新的很多很多 正在發生中的新的科學 而不是完全一般的科普演講 所以我本來不期望有問題的 對對對 實在有意思 第一個就是說他問說 是否能將CO2封城於海洋中 其實有兩種說法 我想你們大家都知道 有一種就是認為說 當我們把一些油抽出來了以後 我們可以把我們多餘的CO2 什麼把它灌進去 對不對 他有這樣講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的CO2它基本上在不同的 就是它是分散點源所排放的 你可能去收集那個CO2 所花費的能源 比你能夠收集的CO2 還要來得多 你懂嗎 所以這個部分 他有這樣講過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封存於海洋中間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在整個地球的運作中間 最大的能夠封存CO2 並且把它進入那個岩石中間 然後再進入整個地圈循環的 其實是我們的生物 但是我們對這個生物的了解太少了 所以我們萬一有一些比較大的 不是很了解 不是比較特別的會跟那個 就剛剛講說那種 假設生物科技會直接影響到的那種 低等生物virus或者那個病毒 或者是那個細菌的一些 基因的交換或者改變的時候 那這些東西你就可能要小心 因為它可能就會改變我們地圈 一定程度的變化 說不定也完全沒有 說不定完全沒有 但至少我們可以去做這個實驗 好不好 所以是否能春風於海洋中間 大概可以用這樣子一個回答 海洋有多少種生物 這個問題很慘 真的有美人魚嗎 海洋有多大 海洋有多大其實是 我實在很抱歉 我沒有把那個 其實它事實上有那個書面的資料的 但是我告訴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把那個地球整個摊成一張紙 平面的話 它是70.8 百分之70.8 就是那個地球的面積的70.8 也不是70也不是71 就是70.8 好不好 那它真的有美人魚嗎 是不是真的有美人魚 我覺得美人魚存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或者我們的期望中 但是在科學上面描述最近 最近於美人魚的 行為上最近於美人魚的 他們認為是如更 就是如更 對 如更 或者是有人叫做 那叫做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翻譯的名字叫什麼 我不太 海牛 對 海牛 因為海牛啊 它是普魯類 所以它在小的 那個海牛的普魯的時候 它也可以這樣子 它也可以這樣子 在水裡面就像海豚一樣讓它去吃 但是據說它也會把上半身 突出水面來 然後因為它有那個旗嘛 會摟著它的小海牛 所以它在那個海上面的那個 那個水手啊 經過數月單性生活以後啊 它看到海裡面有一些這種 類似它以前的那種 朝思暮想的人 可能它就會有這種 認為它是美人魚的感覺 好不好 這是我的建議 這是我的建議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 到目前為止是沒有發現的 海洋有多少種生物喔 我講不出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假設我們抓一個數字 說一千萬的話 有百分之八十在海洋裡面 它就有八百萬種 那我也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一些 譬如說它如果是 魚類的話 差不多是兩萬七千種到三萬種之間 它如果是金魚的話 海豚類類的話 差不多就是十幾二十種而已 它如果是海蛇的話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差不多將近十種左右 它如果是海龜的話 它差不多是五種左右 你可以再繼續問 我可以再繼續答 但是那實在是很累 對對對 所以啊 但是你真的要抓一個數字 為什麼我 為什麼會抓一千種呢 為什麼不抓五百種 為什麼不抓兩千種呢 因為你對一個總的定義其實很麻煩 其實大部分比較大型的生物 我們都已經發現了 那現在比較沒有發現的 一些就是深海的生物 那另外一些就是比較小型的浮游生物 那一類的東西 所以沒有辦法算得很準確 很準確 臺灣的自然資源並不豐富 尤其能源的取得是辛苦的 若利用海水潮汐來發電 可行性有多少 對臺灣近海的海洋生物生態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潮汐發電 潮汐發電其實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已經有一些國外的 包括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北歐 荷蘭那個地方 或者美國有一些 在利用潮汐發電的一些設備 那它整個的發電量不夠 不是那麼多 它對臺灣近海的海洋生物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其實相對於從深海裡面抽水 或者其他的方法 潮汐發電它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其實是最少的 因為潮汐本身就是表面坡的來回而已 它比較不會有太多物質的轉移 material transfer 所以它事實上 對區域性環境的穩定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的影響不會太大 我覺得它不會太大 它曾經見到報導 利用蕭波塊的人為造物 取代珊瑚礁的地位 請問優劣性為何 指生態富裕效果 它不一定是指蕭波塊 其實對某些特定的生物 譬如講說珊瑚 譬如講說牡蠣 譬如講說海藻 它的生長需要 hard substrate 就是那個硬底的東西 或者對一些本來很貧瘠的 被人家破壞了很多的海域 他們在海底下放了這些人工的水泥塊 或者是石頭塊也可以 他們來做人工魚膠 它基本上是可行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珊瑚 以及某些特定的這個 譬如說牡蠣 譬如說海藻的話 它在那個海底上 它的生長不能擴大的原因之一 最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它的這個棲地不足 它是它的限制因子 所以你提供適當的人工棲地的話 事實上可以讓它的租群增加 那有人對它有不同的意見 有認為說那個人工魚膠放下去 會破壞了珊瑚 或者破壞了當地的海域 那個可能是它的規劃不當 那不過在用人工棲地 人造棲地來賦育生物 其實在陸地上面 也很多的這種事情 譬如說我們會覺得這個地方的 鳥巢不夠 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樹立一些鳥巢 我們會覺得河邊的 我們會用一些堆石 來讓一些靠水的鳥 可以在那個地方 用石頭的縫裡面 它其實是有類似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它是可行的 那現在更厲害的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在有一些比較先進的 不見得國家先進 但是想法上比較先進的地方 譬如在杜拜 譬如在帛琉 譬如在以色列 譬如現在包括日本在內 他們都會利用一些水下的人工棲地 來在那個地方創造潛水的地方 譬如他們用珊瑚在那個地方種植 那日本人是用那個珊瑚 種在那個什麼沖枝鳥島 希望它變成它的一個什麼國土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是有人在這樣做的 所以用人工棲地來創造 來取代生物的這個環境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是需要經過很準確的評估的 常常發生的什麼 哇 這一條就完了 你知道嗎 我本來不想戴眼鏡 表示我還年輕力壯 結果你寫這麼小的字 就害我在這麼多人面前破功 請問常發生的漁船漏遊 對海洋的後遺症嚴重嗎 有什麼影響呢 漁船漏遊 我剛剛講的說 其實海洋中間80%以上的污染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路源性的 那海洋本身的污染不完全是漏遊 也有很多人在那邊做這個 就是有些船在開的時候 他會把一些髒髒的東西就往裡面丟 那也有一些是在海上做那個 比如我們抓到 大部分的抓到的那個魚 他會在海上面直接加工 他不見得會運回來 那漁船漏遊對那個影響 是不是很比較蠻大的呢 我是覺得當然是非常的大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石油來講 或者我們露出來這些油來講 它在海洋裡面並不是一種 海洋生物所熟知的一些分子 當它在分解的過程中間 它有些會形成有毒的有機分子 那它對海洋生物不但本身有毒害的功能 也有一種累積性的這種效益 我講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我以前看過一個例子 就是在海洋海邊附近 它做了它就是漏油 它漏油了以後呢 然後人類就放了很多的這種除油劑 就是dispenser 讓那個油就變成很多很多的那種 乳化以後變成很多的小顆粒 然後就散在海裡面 看起來就沒有了對不對 結果後來沒有多久以後 在整個附近的海灘上面 就死掉了很多的浮油性的蝦類 那原因非常簡單 它其實就是那些蝦子 它看到漂浮了這些浮油性的小油滴 其實是外面有一些sufficant 就是那種乳化劑的 它就會把它當作食物去吃它 吃它以後就造成生物的死亡 所以基本上它還是蠻嚴重的 那它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剛剛有講過了 那這個是比較間接的 如果更直接的就像那種大型的漏油 我想最近的就是阿瑪斯 你看那個重油一到了那個岸邊以後 那不管是任何東西只要碰到了那個油 它就是非死不可了 那我要跟各位講個故事 很好玩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你相信我年輕過嗎 我在那個 我在民國65年的時候 布拉格號郵輪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中央研究院 那張公雄 張老師的實驗室裡面當助理 那我們就去做布拉格郵輪的那個 那叫做油污染嘛 那布拉格郵輪是從野柳那邊一直延伸到那個 甚至到了貢寮那一帶 拉得非常長 那我們在野柳那個地方要去潛水 要去看 剛剛開始落油的第一天第二天 第一天我們就下去了 就潛水去看 你在上面只有看到黑人你看不到嘛 所以你基本上 你也沒辦法從岸邊下去 因為岸邊下去的話 就被那個油 重油就黏住了 所以我們就開船開到外海 然後從外海就潛水 那個油會浮在那個水的面 水面上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從水底下這樣浮 所以你看上面就是黑黑的 這真的叫做烏雲罩頂啊這樣 可是你很怕會被它打上去 因為你一打上去了以後 因為到進岸的時候那個浪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你有時候身不由己會被那個打上去 那你一上去的話 你那個頭就會被那個油就弄在臉上 那你呼吸管一進了油 你就馬上不能呼吸了 那你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就像那種被油弄到的海豹啊海狗啊一樣 或者海鳥一樣就真的在那邊翹辮子 那我就潛在那個底花去看在上面 那個時候剛剛開始還沒有 沒有 等於算是那個油還沒有蒸發掉太多 所以還蠻輕的 所以底下有一些 有混著死魚的那些油沉在底下了 但是我們在底下 然後就在那邊採樣 然後沒有注意到 大概就是兩三公尺深吧那個 然後那個浪一打過來就把我 推上去了 那我就 就衝到那個 就到了那個 就是真的到那個油堆裡面去 頭就在油裡面去 然後下來看就看不見了 就這樣抹乾 然後就是沒辦法呼吸了 因為就沒辦法呼吸了 那我就想說啊這下慘了 那我剛好還有一口氣嘛 所以我就 我就 然後就抹開 然後就是往那個油的外 然後就是往那個油的外 往那個油的那個 外面油 你不知道油上面有多遠 你就反正一口氣 你就憋著就拼命油就對了 然後油也不是那麼好油 為什麼 因為剛好那個時候 浪都是往裡面的 所以其實外面油還蠻 就是連滾帶爬 真的就爬著那個 就往裡面跑出去 那後來給我油出去 後來我出去上來的時候 上去的時候 上面沒有這個 沒有油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面罩 就丟掉了 就把它拿掉了 然後就 然後就上船了 然後那真的是很危險 然後我後來回去 後來回去以後 頭髮上不是有那個油嗎 那我告訴你 重油真的是很難洗 我就 我就特別去那個 我們中央油院福利社 買了一罐那個什麼 那叫做嬌生 還什麼我忘記的那種 洗髮粉有沒有 那洗髮水 當然就是那一天 我是第一次 就是把頭髮洗乾淨 就洗掉半瓶 就是這樣洗 洗了然後 因為它其實重油洗不乾淨 你就洗了 摸還是油的 你就再洗 再洗這樣一支洗 所以它其實 它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不知道影響很大 但是任何生物 只要在那個水裡面的感覺 就是我那個感覺 好 那這個恐懼之邦 和現今的全球暖化 是否有矛盾 我的看法怎麼樣 你所謂指的恐懼之邦是什麼 那個理 這本書我沒有看 糟糕 這本書那我閱讀不夠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把那個恐懼之邦 做一個很簡單的說明一下 要不要 這哪一位 哪一位的 來 請講 我自己本身的科普常識 我自己本身的科普常識也不是很夠 只是因為那個恐懼之邦前面的序言裡頭 介紹到那個作者 他在寫這本小說的時候是有求證 有收集資料有怎麼樣 類似這樣 就是寫那個諸羅基公園的那個作者 那因為他不久前兩三天癌症過世 那我在看那本書的時候 其實我也充滿矛盾 因為他就是提到 他最後的結論應該是說 全球暖化沒有那麼嚴重 那是有很多的 類似很多的團體啊 怎麼樣怎麼樣 把這個題目 那個這個這個炒上來 類似這樣子 我看完之後 我就停留在那裡 我沒有繼續 沒有 妳這問題很好 這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很多人也是認為說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舉的那個珊瑚的例子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就是在 假設只是海洋酸化的話 那以前的珊瑚的確也 也碰到過海洋酸化 以前珊瑚也真的就後來 剛講說他就是 骨骼都拖了光光了 身上在那邊拍寫真集 可是他還是流下來了 那可是我們 可是我們如果只談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讓珊瑚流那個地方 保護它 我們畫個保護區就好 我們就不要動它 可是後面的資料也告訴我們說 這樣子的話 珊瑚礁會全部怎麼樣 全部會毀滅掉 所以我其實 所以不管是 有沒有誇大其詞 或者有沒有這個 太執著於傳統觀念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後面才講 我們應該要把那個 就是把眼睛先打開來 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不能夠太執著於 我剛講說 胸襟開闊的 定義就是說 你要聽別人的話 就要安定的聽別人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至於它是不是矛盾的話 我就講說 我其實也不敢講 我不敢講 但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做很多的判斷 其實是根據很有限 而且很有限的知識 而且那個知識是在過去 地球沒有這麼劇烈變化的時候 幾百年中間 或者幾十年中間所收集的 可能是1930年我們開始 真正開始對做海洋 做geo survey的那個部分 到1980年 1980年 1985年以後 其實看到很多資料是1990年開始的 那個暖化其實就已經很明顯的開始出現了 所以我是覺得 那我們也非常清楚知道 1990年以後到2008年的這個變化 這個速度和那個強度 或者很容易變化 是遠超過我們過去 收集資料的那五十年 所以我們就是應該要很 很很很 第一個就是 你不要覺得說 你過去念的書 因為你念到博士 所以你就很厲害 所以你就跟人家講說 我講的就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繼續 趕上這個新的資訊的話 那個博士可能真的就 就就就就就還有 還有還有再繼續加強 這樣子 透過水的循環 及各種海流的流動 會不會將大陸棚架的這個 這個營養鹽帶回深海 這個 它可能最後還是會 可是要很多很多年 你看那海洋整個的環流 其實近海的流跟 大洋的流和沿岸的流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要跟各位舉一個非常清楚的例子 你們大概從來沒有想過 每個人以為想到台東 有沒有 台東外海不是都有黑草嗎 它是往北流 你們注意到 可是你們注意到 很多在花蓮那個地方出事的人 它事實上是往南被找到的 你們想過這原因是什麼 就是大的流其實是什麼 是往北流的 你懂不懂 可是它有一個 它的那個沿岸的流 可能是因為一些補充流 或者什麼流 我不曉得什麼流 或者旁邊的一些什麼 或者一些潮汐流 所以它其實不見得跟你的這個 那個大洋流其實是有太明顯的交換的 所以我認為它的累積的速度 會遠超過它 從回這個海洋中間的這種 營養鹽重新加入海洋 大洋中間的生產的那個速度 而且你不要忘記 我們很多的這些魚粉 其實是從 我舉個例子 台灣 你可能是從蜜汝買的 你可能是從什麼 格陵蘭買的 對不對 你可能是從什麼地方買的 當這邊我們 它那個放到這邊來 被我們這邊魚吃了 變成我們這邊魚的那個排泄物 變成魚的營養鹽 或者變成魚飼料 或者排泄在我們這個地方以後呢 那這些東西要重新營養鹽 要重新有機會再回到格陵蘭 或者回到秘魯 那可能要買華航的飛機票才過得去 不然它要等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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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過得去 不然它太慢了 所以我想它的整個的變化是在快速的變化 整個的恢復和調整 假設我們沒有人類不在乎時間的話 它一定會 地球一定會達到一個平衡 就是看我們有沒有機會等得到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要把那個書送掉 抽的好了 我們抽好應該怎麼抽 我其實不曉得應該怎麼抽 就讓你 我這樣好了 我們把它做成紙飛機 然後丟看哪一個丟得最遠 那個最公平的 因為你寫的最少 才會丟最遠 有可能有可能 照那個重量的話 質量的話 我們總共有準備五分 是是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別人來抽 社長來抽好了 對 對 對 物理老師要不要給他有沒有更有效的方法 好 謝謝謝謝 那就是這五位 我來念一下好了 那個各位如果萬一沒有抽到的話 我很自信的跟你們講 你們從演講裡面學到一定比從書裡面學到的多 好不好 所以 孤耀毅先生是哪一位 來請請來 然後 對 忠 忠什麼 忠 忠 忠 來請請來 然後 賴建佑 賴建佑來請 賴建佑請問是誰 來請請 林四榮請請 林三秦是嗎 曾嗎 林三曾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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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記得那兩位如果沒有拿到的話 你從這邊學的一定比較多 謝謝 謝謝 那個我來 那個我來 那個我這樣好不好 那個這三個其實我來解 如果有小小孩子 就是小朋友要看到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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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言講 事實上提供了很多 作為人類應該要去思考的課題 誠如剛才方教授所講的 今天聽這一張真的是盛讀十年書 所以一本書還不夠 我們今天事實上大家應該都是滿載而歸 再一次的感謝方教授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的系列演講 還歡迎各位繼續來增長知識 謝謝 謝謝大家